我们家里没有佛台 然后念礼佛的时候 要不要 可不可以跪着念礼佛 没有佛台 跪着念 很容易出麻烦 因为你们家里没有佛台 不知道哪位菩萨来 也不知道菩萨来不来 还有呢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讲起来这个暗物质 这个暗物质当中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天上的菩萨 还是地下的鬼啊 就是看不见 明白了吗 那么如果不可以跪着念的话 那念到那个一切业障 经济忏悔 那个要跪下去 那是要身体跪下去 还是心里跪拜呢 当然应该 这个如果在念经念的这么多菩萨之后 至少 你是说的礼佛大乘伟文是吧 对对对 反正最后三层啊 三层是站起来 三层是要站起来 其他没关系的 其他你就做的念就好 到最后三层的时候 那个站起来就可以了 最后三层要站起来 好的好的 嗯 嗯